孙贵妃生下了男孩儿,彭管是真是他生的还是别人生的,反正算他名下的了,这叫皇子啊,但是皇子跟太子区别还很大,怎么能让这皇子变成太子呢? 孙贵妃天天为这事琢磨,就在这朱祁镇出生不久,有大臣就上表,请求立朱祁镇为皇太子,为什么?这是朱湛基唯一的儿子呀,胡皇后听说孙贵妃给生了一个男孩儿,她很感谢孙贵妃,这胡皇后是贤惠通达呀,主动表示应该早立皇太子。 就可以立朱祁镇,其实啊,按照当时嫡长子继承制,皇后晋生的儿子才是所谓的嫡长子,为什么呢?嫡字吗?你其余的妃子都算是树妃呀,这嫡妃跟树妃那是有区别的,但是现在皇后不是没儿子吗? 可是这胡皇后也够贤惠的,毕竟年轻,她一日后给皇上生一儿子呢,但是毕竟这皇太子的事情是国家大事,不能拖延的,所以这胡皇后坚持同意立这孙贵妃生的朱祁镇为太子。 这让明宣宗朱祇镇很感动啊,但是毕竟显得有点操之过急。 眼睁睁这孩子还怀抱呢,孙贵妃明白其中道理,越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,越得假意推辞,哎呀,陛下,等皇后身体恢复之后,将来一定会有儿子的,我的儿子绝不敢先于皇后之子成为太子啊。 他说这意思就跟皇后马上就能生儿子一样,朱祇镇心想,娜娜有准啊,朱祇镇自己是不愿意等啊,这边是胡皇后的推荐,这边是孙美人的谦让。 朱祇镇更感动了,两个女人都这么贤惠,定了,就是她了。 就这样,她策略还不满三个月的朱祇镇,做了皇太子了,这朱祇镇不到三个月大,就要被封为皇太子,这在明代策略太子中,算是年龄最小的了。 封完太子后的第二个月,朱祇镇颁发赤叔啊,废掉了胡皇后,立孙贵妃为后。 当时,好多人都替这胡皇后打抱不平,不理解,咱们呢,皇后无辜被废,没什么过错呀。 很多人同情胡皇后,这议论纷纷啊,过了若干年,朱祇镇自己也有一些后悔呀。 再有人提起此事的时候,他自我解嘲,此阵少年事,那我小时候不懂事办的事,这算什么解释? 除了关于立太子这件事之外,朱祇镇还有一个特别的喜好,喜欢斗蟋蟀呀,皇上喜欢斗蟋蟀,地方官当然要取悦他呀,变本加厉下达任务,给百姓造成很大的负担呢,闹得鸡犬不宁。 所以,这位明宣宗朱祇镇也被百姓称为促之天子,促之皇帝。 像所有的皇帝一样,他也是歌舞升平,声色祥乐呀,在宣德十年,朱祇镇染上了不治之症,病危的时候,命左右起草遗诏,让太子积位,死时候他才三十八岁。 可以说这位守城之君是英年早逝啊,可他那儿子,太子朱祁镇,九岁就登基了,这九岁登基,既是幸运,也是悲哀呀,幸运的是,他还不怎么懂事儿之后,就当了万人瞩目的天之骄子,当了皇帝了。 悲哀的事儿,一切都得听别人的,您比如说吧,打仗这事儿,他居然听信王振的话,这才有土木之变,这土木之变,那是他一生的耻辱啊,朱祁镇以一国之尊,做了蒙古军的俘虏,在这场大战中,这太监王振也被杀了。 忠臣,英国公张府,七十多岁高龄,也死于乱军之中啊,好些大臣为了保护他都丧了命了,自己作为王国之君,作为人家的俘虏,大明王朝怎么办呢? 他内心压力也很大呀,后来多亏徐有珍跟石亨曹吉祥来了一个夺门之变,又让他复位了。 朱祁镇复位之后,把曾经有功的大臣于谦王门都杀了,这是他昏庸的一点。 但是,朱祁镇这位明英宗在后来也做过几件好事,被后世史家称赞为圣德之事,可法后世啊。 这办什么积德的好事啊? 第一个,他是恢复了宣宗废后胡氏的名号。 他把他原先父亲那个皇后给恢复名分了,按皇后之礼葬之啊。 朱祁镇在位的最后一年,他从自己的皇后口中知道,感情自己不是孙贵妃亲生啊, 是宫女的孩子,但是年长日久,也不知道生生之母的下落了,恐怕早就死在宫中了吧。 哎哟,这朱祁镇把一腔同情都寄托到被废的胡皇后身上, 他觉得胡皇后也挺可怜的,没生儿子也不能就受到这么大的牵连呢。 给他重修领寝吧,这样,他就对了胡皇后特别的尊重。 而他的夫人前皇后呢,本身也没儿子,也支持丈夫善待胡后。 所以,夫妻俩一商量妥了,就给那胡后恢复名分,重修寝墓。 这是一件事。 第二个呢,是他释放剑树人啊,剑树人,树人,投了加个剑,就是剑文帝的剑呢, 释放了剑文帝朱允文的二儿子朱文归。 明成祖朱棣攻进南京之后,剑文帝跟他的大儿子不知所终啊, 小儿子朱文归呢,就要被明成祖幽禁起来,称为剑树人。 树人,平头百姓啊,赶到了天顺年间,这位剑树人都五十多岁了。 什么时候抓起来的? 不到两岁的时候,合着幽禁了五十多年呢。 大概,自己也被曾经囚禁过这段生活,给了朱祁镇一种灵感。 他突然想起这五十岁的老头来了。 想当年自己被蒙古人抓起来,那滋味也够难受的。 这位剑树人论着还是自己的远房叔叔呢? 不能再这么关着他了。 他不顾左右近视的反对,派人给这剑树人修建房屋, 任其自由出入,供应生活。 据说,这一举动受到了百官跟百姓的真心赞叹。 这一举措,就算给五十多年前那场殊职纠纷,静难之意, 做了一份补充答卷吧。 第三件事,他废除了殉葬制度。 这很重要,明太祖死的时候,好些宫中的人都陪葬了。 自此之后,明仁宗朱高赤,明宣宗朱瞻基,都以公妃作为殉葬。 这种以仁作为殉葬的行为是太残忍了。 朱启镇觉得很残酷,所以临终前下遗诏停止殉葬。 以后,明代各个帝王都遵从这个遗诏,不再以公妃殉葬。 公元1464年正月,英宗朱启镇并逝于文华殿,享年三十八岁。 英宗在临终前,一阵清醒,一阵糊涂,经常念叨朱启玉。 这朱启玉就是那景帝啊。 感情,这件事在明英宗心里也是块心病。 朱启玉就是明英宗被蒙古人抓走那段时间,代替他的同父异母兄弟。 本来是监国,后来怕人总拿着英宗做要挟,一会儿骗钱,一会儿骗城池的。 后来朝中大臣于谦众人一商量,就让这皇帝的兄弟先登上皇位吧。 我们有了皇帝,我看你们在要挟什么? 朱启玉登上皇位,力挽狂澜,挽救了大明王朝。 但是明英宗回来之后,发动夺门之变,把他要给换下来了。 换下来不久,朱启玉就死了。 至于怎么死的,也是众说纷纭,也是明朝后宫中的一桩悬案。 朱启玉,要说他的出身,也不怎么样。 他生母是吴氏。 这吴氏本来是汉王朱高旭府中的一位普通的侍女。 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,平定了自己叔父的叛乱,把朱高旭打败了。 那么就把汉王府中的这些女眷都冲入自己的后宫,作为公奴吧。 哎,在这群人中,朱瞻基就被这吴氏的美貌给打动了。 所以,宠幸这吴氏,吴氏给朱瞻基生下了一个儿子,叫这朱启玉。 这朱启玉这出身,要说的还不如他哥哥朱启镇呢。 为什么? 他母亲吴氏算是罪人呢。 罪人,那怎么能被封为嫔妃呢? 他吃了朱高旭的挂漏了,但是朱瞻基不管他了,你给我生了儿子,我就奖赏你。 风为贤妃啊,但是不能住在皇宫里,让吴氏住的功败。 朱瞻基病重的时候,派人把朱启玉母子召进宫来,托付自己的母亲张太后,要善待他们,托孤之后他走呢。 这会儿,为皇帝办大丧啊,谁也顾不得吴氏母子的身世,也就把他给接受了。 后来朱启玉才被封王,朝廷给他们母子也建了专门居住的王府。 如果要没有土木捕的狼烟,应该说这母子俩平静一生。 可偏偏,这是实事造就的,朱启玉当上皇帝了。 一旦当了皇帝,再想下来,这可就不平衡了。 要说有功劳,朱启玉是挽狂澜于祭祷啊,是他组织北京保卫战重用于谦啊,保证了大明江山。 但是,英宗朱启镇一回来,朱启玉就傻了,又是废太子,换自己的儿子,生怕皇位被人夺过去,太自私了。 应该说,心胸的狭窄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。 你要大的方方呢,还是用朱启镇的儿子朱建深做皇太子,不要费力。 兴许也没有后来的悲剧。 他把朱建深废了,立自己的儿子,结果自己儿子短命。 刚立完太子没多久,他儿子死了。 这会儿朱启玉还不到三十呢,所以这位明景帝当时想,以后万一有儿子呢? 我呀,先不恢复朱建深。 这样一来,他跟明英宗朱启镇,那就算记得死仇了。 夺门之变的时候,朱启玉正赶上重病。 据说,听说他这哥哥又夺位了,他连说了好几声,好好好,打这起不吭声呢? 到底怎么死呢? 众说纷纭。 有人说他是含恨而死,死那年刚三十吗? 但是这个说法,有些使家不认同。 据说,在英宗石录里边,记载了很多关于朱启玉身体疾病的情况。 一种观点认为,是他病情恶化,不治身亡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,景泰帝之崩,为宦官蒋安以搏勒死啊。 这两种观点,都有支持者。 清朝的乾隆皇帝,曾经为景泰陵立碑提词啊, 他也认为,这朱启玉是被人害死的。 方官怎么说吧,这朱启玉,在他当着皇帝的这段时间里, 还有一些改革措施。 但是等他哥哥英宗朱启镇一复辟,把他这措施全取消了。 到死之后,给他这个嗜好啊, 视为利,是暴利,乖利之利,连一个妙号都没有。 这是在一百八十七年之后,南明政权的洪光帝, 也在风雨飘摇之中,感受到了当年大明王朝的危险, 跟朱启玉拯救危难的功勋。 所以这洪光帝, 这才给朱启玉上了个妙号, 称为戴宗啊, 戴就是代替之戴啊, 大概是代替别人当了几天皇帝吧。 明代宗朱启玉的死, 在朱启镇心中还有这样的一分惭愧吗? 他为什么临终前念的朱启玉的名字? 是不是也觉得心中不安呢? 甭管怎么说, 这对兄弟皇帝都告别人事了, 哥哥死时候三十八, 兄弟死时候刚三十, 这都让人惋惜啊。 明英宗一死, 他的儿子朱建深, 又继了位了, 这就是那位明献宗。 明献宗朱建深, 是明朝历史上第八位皇帝。 朱建深一生在位二十三年, 继位后改年号为成化, 所以有人称他为成化皇帝。 他在位期间, 特别宠爱自己的贵妃万真儿, 他重用宦官汪职梁芳, 用这帮人扇子专权败坏朝纲, 是明朝, 帝政横生, 危机四伏啊。 明献宗登上帝位的命运, 也曾经是几度起伏, 正是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时候, 他刚十八岁, 要说这一点也够幸运的, 朱建深即位之后, 重用大学士李贤等一批人才啊, 拜李贤没下, 这位李贤呢,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, 以报君主之御之恩啊, 给他推荐了一批人才, 那会儿干了几件漂亮事。 在这些人的辅佐下, 朱建深做了几件为人称颂的事情, 能看出来, 这个皇帝的性格比较得人厚宽和。 胸襟呢, 也比较宽广, 甭别打, 就他对自己的叔叔明代宗朱祁玉, 就那名警弟, 他一点不记仇。 前文书咱们说过, 朱祁玉曾经废了朱建深的太子名号, 立他自己的儿子朱建济啊, 这多亏朱建济早早邀王, 所以这朱建深又能够成为继承皇位的首选人物, 再加上他父亲又复位了, 那当然就是他继承了, 但要一般人能放过这个废自己太子位的叔叔吗? 那心里不得怎么记恨呢? 但是啊, 朱建深倒是以德抱怨, 你看他的父亲朱祁镇记恨这兄弟, 朱祁玉死后, 什么名号也没给啊, 就给了一个例字, 这充满了对他一生的否定, 但是朱建深这个当侄子的, 却恢复了他的叔叔朱祁玉的地号, 对朱祁玉的灵秦也进行了整修, 视为景皇帝, 平反了于谦的冤案, 干了一些实事, 由于有贤臣名相的辅佐, 加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, 朱建深即位之初的朝政比较清明, 有几分振兴的景象, 可是好景不长啊, 随着对自己贵妃万真儿的宠爱, 对宦官汪值梁芳的重用, 大臣们再想见他就费劲了, 怎么呢, 找不着这皇帝了, 他也不露面, 越来越待于朝政, 渐渐沉迷于神仙佛道长寿的秘书, 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, 国家政务陷入一片迷茫, 应该说执政后期的朱建深, 已经不是那个历经图治有所作为的少年, 天子了, 变成了一个才智平平的平庸之君, 那么他为什么宠信这万贵妃呢, 这怎么回事啊, 这说来又有一段传奇, 他这个贵妃万真儿啊, 原本是明宣宗朱瞻基的皇后, 孙皇后的宫女儿, 也就是说, 是这皇帝他奶奶的宫女儿, 四岁的时候, 被他父亲托人带进皇宫, 就交给这位孙后了, 孙皇后对这个年幼的万真儿十分喜爱, 因为这个小女孩特别的乖巧懂事, 成为他的贴心的女佣人了, 到了正统十四年, 万真儿已经长成了十八九岁的妙龄少女了, 被孙氏派去照顾那位年仅两岁的皇太子朱建深, 你去看护我这孙儿吧, 这就是他们俩缘分的开始, 您可记准这岁数差别, 一个两岁, 一个十九岁, 差着十六七呢, 正是他们俩从这儿开始认识, 幼小的太子, 跟这个如同保姆一样的万真儿, 打这儿起, 就算形影难离了, 朱建深长于深宫啊, 从小呢, 是锦衣玉石, 娇生惯养, 但实际他缺乏的是真正的母爱, 万真儿比他大十六七岁, 在他眼中, 是既像姐姐, 又像母亲, 令人惊讶的是啊, 也不知道打什么时候开始, 朱建深就爱上了这个比他大十七岁的宫女呢, 这当然让皇室不可容忍啊, 但是朱建深, 是终其一生没有改变, 甭管当时哪位文武大臣, 后宫嫔妃, 以及后来的修士者, 对他这一点都迷惑不解, 这不可理解, 据历史记载啊, 这万真儿, 是相貌平平, 你说是有清国清城之貌吗, 倒也没有, 相反, 据说这万真儿说话, 是貌雄生俱类男子, 说话高不辣嗓, 跟男人一样, 朱建深的母亲周太后, 就曾经质问过自己这儿子呀, 比有何美而成恩多呀, 他长哪漂亮, 你那么喜欢他呀, 朱建深一笑, 比抚摩武安之, 不在貌也, 他长得什么样, 我倒不在乎, 反正啊, 他轻轻的一触摸我呀, 我就感觉特别的安静, 在打小被人抱起来的嘛, 他再明确不过的回答了这个问题, 用现在心理学, 或许能很好地解释一番, 这绝不是一般的男女情爱, 而是从小就形成了复杂的依恋, 这种依恋, 是其他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, 天顺八年, 朱建深继承皇位了, 当上皇帝的他要想做的第一件事, 就是要册封这心爱的万真儿, 做皇后, 这立即遭到了他的母亲周太后的强烈反对呀, 万般无奈, 他只能立周太后所喜欢的吴氏为皇后, 改立万真儿为贵妃, 可是年轻貌美的皇后吴氏, 也没能打动朱建深的心, 朱建深依然跟这万真儿如妻似舊, 是形影不离呀, 虽然朱建深非常宠爱这万真儿, 但是万真儿的心中, 却不满足于贵妃的名分, 早就想取代失宠的吴皇后, 成为六宫真正的主人, 那么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? 万真儿也是几夜几夜的睡不好觉, 鸣思苦想啊, 有一次遭到了吴皇后一番训斥, 被吴皇后命人给打了这么几仗, 皇后有形仗权啊, 被训斥所打的万真儿这位万贵妃, 虽然说受了伤了, 但她心里挺高兴, 为什么? 当皇后的机会, 到了。